IT全播报 也采用了橡胶材质的边框 可以更好地保护手机 这款手机壳分为 雅光黑 雅光金 雅光玫瑰色 和白色四种颜色 目前消费者可以在一些 苹果零售店买到这款产品 售价为69.95美元 这手机壳对于爱自拍的女生来说 简直就是神器啊有没有 不过一个手机壳卖400多 确实有点贵了 但是能把女朋友拍得美美的 这点小钱算得了啥 不多说就是买买买 今天苹果分享了一段 最新的iPhone7广告 广告主要宣传了iPhone7和iOS10 全新的iMessage贴纸功能 视频中街上的人们到处乱跑 见人就贴上一张贴纸 贴纸包括各种物品 食物等 模仿iOS中贴纸的功能 视频中还有所有使用贴纸的 App Store链接 用户可以寻找并下载 但是目前只有美国去App Store 这次iMessage贴纸 用户可以在专门的信息 App Store中下载 开发者也可以创建贴纸APP 贴纸可以调整大小 放置在聊天气泡 照片 或者直接贴在其他贴纸上 一切操作都可以用简单的拖拽完成 这玩意儿可能也就在美国流行了 毕竟这一年头我们都是用微信的呀 不过话说回来 这功能不会是从中国找的灵感吧 灵感这东西用得巧就是创新 不巧就变成抄袭了 日前汽车初创公司NIO 发布了义5概念车 据了解这款概念车将使用电力功能 配备自动驾驶技术 以及其他一些极富未来科技感的配件 NIO更倾向于将其定位成一个数字伴侣 这款汽车使用了一套叫做NOMI的AI引擎 它们跟车内的乘客展开交互 大片的玻璃窗可以通过内置AR技术变成显示屏 乘客可以在上面查看驾驶数据等信息 NIO表示 他们并没有把驾驶作为义5最主要的打造对象之一 反之汽车内部被设计成了更倾向于家居生活的客厅 我们可以看到 后排的座椅可以放平供乘客小气 另外边上还有可折叠的桌子 这样大大方便了乘客在出行中的工作需求 但是这款概念车起码要等到2020年才可能上路啊 而且这车才刚发布 法拉第未来研发与工程部门主管 妮克桑普森就在推特发文 指出这款汽车的设计 抄袭它们在今年发布的汽车FF91 我就说这车怎么看着这么眼熟 那不管你是不是抄袭 又本事把这车做出来呀 是骡子是马牵出来66不就知道了吗 俗话说的好呀 梦想总是饱满的 你们在这位梦想四壁的时候 人家特斯拉的Model 3都在道路测试了 近日Model 3更加清楚 完整的道路测试视频曝光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 测试中的汽车外形 跟特斯拉最初展示的原型车非常相像 对于这款价格更加实惠的新型车 许多人认为它的交付会跳票 不过特斯拉坚称 它们会从今年年底开始发货 这可不是说着玩的 据悉特斯拉在上个月就已经开始打造Model 3原型车了 此外知情人士还透露 Model 3初期的碰撞和安全测试表现都非常积极 量产工作预计从今年7月份开始 加油啊特斯拉 虽然买不起 但是我看看还不行吗 好了 今天的IT全播报就到这 明天见吧